既王一博官宣了 他即将参加腾讯星光大赏的活动之后 又一次官宣了 王一博即将参加GQ直播盛典 只能说到年底了 王一博的活动真的是很多啊 粉丝们 那是既要参加星光大赏的抢票 又要期待GQ的官宣 可以说要好好忙碌一阵子了 而GQ直播流程也已经出炉了 根据最新更新显示 从12月2日下午3点到7点开始 该活动为明星示意间 意味该穿什么上红毯 明星邀你决定 12月3日晚7点到11点 活动为红毯发布会 意味谁来走红毯 挨个说清楚 到了12月4日 红毯直播就开放预约 12月6日上午11点到12点 有创意造型式 下午5点到6点 有圆小酒馆 12月7日下午5点至晚上8点 正式直播有双期红毯观看 12月16日 会有一场年终回顾直播 说实话 看到GQ有如此流程 粉丝们还真不知道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恐怕这儿八经的得到规定的时间才能知晓了 然而 很多人都关注到了 在GQ直播的流程图中 他那令人瞩目的赞助商 就是王一博代言的一气奥迪了 去年 王一博参加GQ盛典时 赞助商也同样是一气奥迪 作为奥迪英节会大使 王一博也是直接站到车前 与车子合照 丝毫没有参加其他活动时 飞快逃离现场 生怕拍到自己与车子合照的急迫 王一博的代言是真的很多 但凡他参加什么活动 香奈总是会贴心地为他送上 能够体现王一博气质的视频与成衣 有时候别说是粉丝看了眼热了 就是同常看到香奈那珍藏系列的珍品珠宝 就这么被王一博带上去 恐怕都要眼红了 这年末活动多 王一博但凡出现就是香奈 品牌方便招法地打扮他 粉丝们看得开心 网友们看得愉快 品牌方也是诚意满满 在王一博粉丝们 那忙碌充实幸福的十二元 王一博又一个代言 将要官宣了 王一博乃评管家 也同样同步了C咖的官宣预热时间 分别在12月4日上午8点05和晚上8点05 这也是王一博又一次与国货进行的合作 其实从2022年开始 王一博就已经与诸多国货进行了深度合作 这些品牌也在王一博的影响下 逐渐被大家所熟知 可以说绝对是一场双赢的胜利 但很明显 总有一群黑子 借此来嘲笑王一博的商务价值降低 可他们要不要看看 王一博那品牌代言数量可是娱乐圈之最 质量上他们是不把香蜡放在眼里了吗 台灵电动车能够在亚运会期间 带着王一博在央视一次又一次的刷脸 红米手机的发布会 王一博更是走到台前与卢伟斌一起讲话 谁说代言国产品牌就是资源降级了呢 只能说想要嘲笑王一博的的人还是省省吧 年末了 王一博的活动多了 粉丝们怕是没空里这群黑子们了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资讯与综艺